在黄泥港一毫木出土的众多文物中 这件出阔玉壁 虽被认定为二级文物 却格外引人注意 它直径18.3厘米 内径3.5厘米 通高27厘米 壁为白玉纸 不透明 壁的上方出阔透雕 双翅龙牛 钮中心卷刻历书 以子孙日益昌六字 壁身遍布古文 布列犹序 壁外延 是有一圈凸显文 工艺精湛 布局整洁 是汉代玉雕中难得的家族 玉壁 并非是汉代才有的品类 早在先秦时期 天子与王侯们 就是用玉器进行祭祀 基本可以分为 壁 从 龟 彰 章 虎 黄 六中 壁用来礼天 所以排在首位 当时的人们 对玉壁的形态 也有所规定 而亚中说 肉备好 为之壁 好备肉 为之怨 肉好若衣 为之缓 到汉代 玉碧的使用方式 也从严肃的祭天礼器 逐渐向带有彰显身份功能的装饰摆件过度 越是繁复的工艺 就越能彰显玉碧主人的地位非凡 它采取的是扬起弃地的这种雕工的做法 就是把有丁纹的地去掉 而且要整个地里面都琢磨得非常的平整 这种工艺是非常的高超的 这说明这个除阔玉碧 应该是中原官方做法专门定制 它在和浦汉墓出土 也说明从中原到和浦 在汉代的时候这一条交通线是非常畅通的 经专家鉴定 这面玉碧与一同出土的盘吃文玉碧 子母玉代沟和禅形玉寒 都是使用新疆和田白玉制作的 这说明在东海 朝廷已经能够稳定获得来自新疆的名贵预料 让工匠们施展自己非凡的记忆 再将这种成就向南传播至南海之滨的河谷 原来的国家博物馆老馆长 仪伟超老师看到以后 他就讲 这一面出阔玉碧 就是汉代出阔玉碧的标准器 里面有仪子孙易亦昌六个字的出阔玉碧 目前仅此一面 是